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8月6号 北京时间是2018年的8月7号 那么在昨天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了 有大量的P2P受害者在北京试图维权 可惜被强大的警力提早的解散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起维权的方式 其实跟中国大大小小的维权是相似的 他们都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用国内的聊天工具 首先建群 然后集体上访 那么往往是在机场火车站 结果被警察批量的逮捕 有部分在到达聚集地之后被逮捕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有点像自投罗网 警察呢他老早地在这个原地等候着你 因为他对你们聊天工具里面的地点 人群诉求活动的 所有一切都是透明曝光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们用了国内的聊天工具 因为国内的聊天工具 你们所有一切信息都是透明的 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在原地等着你们来 你们就相当于自投他们的罗网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现在呢 中国呢尤其是今年以来 发生了非常多的群体性事件 那么整个国家呢经济面临崩溃的状态 那么所有的维权人士呢 应该考虑到怎样用更好的策略 来达到维权的成功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 我提几个自己的建议 首先关于维权的地点 那么其实我们有两种想法翻版 一种是认为在北京聚集 比如说像这回的P2P事件 那么在北京聚集的话 它有个好处就是指导中共的心脏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的就是因为你上访的难度很大 所以就在当地聚集 那么这种情况呢 是要分两种情况看待的 这两种都可以 只是条件不同 第一如果人数够多 全民共振 那么就不需要去北京了 全国各地牵制警力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全民共振并没有完全形成 需要一个事件把它形成导火索的话呢 北京则是最好的地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是中共的心脏 一旦像六四一样出现了大规模的聚集 那么成功的话 这个聚集一旦成功 就可以说是抢占了先机 当然这个成功的标准是数万人以上 至少数万人以上 几千人都不够 人数越多越好 但是这就取问题就在于 如果在北京指导中共的心脏 进行这么庞大的一个聚集的话 最关键一点就是信息不能提前让中共知道 那么很显然我们不能用国内的聊天工具 所以我的第一点就是 大家要用国外的聊天工具 用翻墙软件 用VPN 那么你知道国内的朋友呢 VPN呢 现在到处可以买到 像有些渠道 像淘宝网上呢 你去搜一下 也搜得到 那么VPN的软件下载好 每个月呢 大概十几块钱 下载好以后 用推特或者其他的说 一些国外的聊天工具 都可以 反正是国外的聊天工具 都可以 最好的是用推特 因为推特又可以私信 它也可以公聊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一定要记住 不能用国内的聊天工具 这是最重要一点 你们要把信息进行秘密化的 进行通讯 第二个就是说 我认为像P2P之类之类的维权 因为在全民公正还没有完全展开 那么你首先要在北京聚集 进行一个导火索的话 除了信息一定要秘密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行动一定要分散 这一回呢 大量的维权者呢 他们被挡在机场门口 航班都不起飞 那么很显然 他们是批量行动的 批量行动呢 更加让警力集中起来抓捕 那么这种抓捕呢 成功率非常高 那么所以我建议呢 尤其是这个上海的P2P 维权者 你们不要放弃 你们呢 应该分散行动 比如说你们自己开车 或者自己坐车 或者自己坐火车 都可以 那么这里面前提就是 你们已经跟组织的 相关领导人呢 已经沟通好 用国外的聊天工具 进行沟通 你们用自己手机注册 但是国外的聊天工具 它不会暴露你的手机号的 比如说你推特注册 可能要用设计到 你的手机号或邮箱号 但是这些信息 只有推特公司才能看到 服务器不在中国国内 所以共产党是 查不到这个推特是谁 推特 只要你不要把推特的名字挂出来 不要把照片挂出来 自爆门路好了 所以他查不到 你这个推特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所以你们用国外的聊天工具 在联系的时候 就确保了你们 可以不用集体行动 你们可以分散行动 只要跟团队内的 相关领导人 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这是最关键的 一定要分散行动 不能让他们 逮个阵着 第三个 也就是我 我的做民运呢 非常注重策略 我们一定要进行 深东击西 所谓深东击西就说 比如说 你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面前 维权 你故意要放点分出来 那实际上聚集点呢 你们可以改在另外一个地方 具体怎么改呢 你们组织内 你们可以相互讨论 最好是临时决定 反正你们只要不要把你们 真正聚集点透露出去就行了 而在外面的 要放出一个假的聚集点 让警力全部在这个地方聚集 到真正聚集点 你们聚集的时候呢 反而没有警力 这样的话 你们聚集就很可能就成功了 那一旦成功 那么警力知道某某地方出现了 大规模聚集以后 他们再调动过来 如果是数万人以上 他们就被动了 我说过了 群体型事件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信息的流通和起初的成型和聚集 是最困难的 一旦出现数万人 数十万人 那么很难被一下子扑灭了 那么这个火苗就燃烧起来了 就像我们这个点火一样 我们很小的火苗很容易被扑灭 但一旦大火把一幢房子都燃烧起来 那就很难扑灭了 那如果大火把整片森林都燃烧起来了 那就更加难扑灭了 所以群体型事件 也好 威权也好 一定要记住这三点 我再重复一下这三点 第一个要用国外的聊天工具 一定要秘密的保密的你们的行动 国外聊天工具 并且不要用实名 你们一定要把你们活动内容 在国外的聊天工具 通过VPN翻墙进行沟通 或者其他秘密的手段都可以 第二点就一定要分散行动 通过国外聊天工具秘密讨论 中共看不到你们是怎么个组织想法 所以你们只要分散行动就可以来 其他维权组织也是一样 你们要进京上访 你们就是分散行动 第三个 你们在用国外聊天工具通信的时候 你们在群里面讨论 比如在推特群里面讨论的时候 你们可以商讨一个深东击西的 甚至搞一个双成计 像诸葛亮一样的这种 这样的计划计谋 去掩盖和迷惑共产党 所以一定要讲策略 所以在今年2018年 中共面临岌岌可危的一年 希望我们广大维权同胞 一定要讲究策略 一定要最奸诈最狡猾的手段 对付中共 谢谢大家